这个叔叔说没有关系 我胜了这样 好 这个妹妹就是好 说着坏叔叔诱骗小孩的故事 小男孩小女生听得专心 这六年张秀兰老师靠着说小故事 教了小孩好多大道理 在彩虹双幅客服班上课 可不能只听老师说故事 自己更要会说故事 面团是有生命的 这里的老师原本都是客服班的妈妈 大都是因为家中的小孩 送到彩虹双幅客服班就读 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 先在客服班帮忙 这一帮就帮了好几年 害羞不愿接受采访的是 詹秀梅老师 还有从刚当妈妈 就在客服班到现在 已经戴上老花眼镜的周惠梅老师 在他们的身上都感受到浓浓的书卷味 像这样的妈妈老师 共有十四位 他们留在原乡 为小孩尽最大的心力 在这里工作的话是觉得说 有这一个机会 能够为自己的族群的小孩子 有这一份心力是觉得还不错 然后可以说持续在那么久的话 可能我自己的孩子也都大了 可跟这些几个小孩子在一起的话 感觉到说是自己的孩子这样啊 因为优心小孩 泡在平板电脑和智慧手机的游戏中 忘了书本的可贵 这里用大量的绘本来让小孩爱上书 这样的理念来自秘书长刘邦彦 不过他现在更忧心 都会的原住民小孩 会成为新弱势族群 都会的原住民家长 他忙于工作嘛 他没有办法像我们 重视教育的平地人 尤其是设计地位高的家长 那么在乎啊 期待就借着绘本阅读 让他们 如果能够养成阅读习惯 那他这一辈子 他会不一样 在不利 彩虹双幅一步一脚印 帮助小朋友 移动外观不起眼的客服班 却是不利的希望种子 案例新闻谢瑶天 杨静南投报道 跟家长 谢谢大家